三年展 除了搜集世界各地上出色的海報之外 其實我們都很想觸及到香港的年輕人 另外就是年輕的設計師 我和建宏都負責設計內容 嘗試透過遊戲 令學生明白設計有不同的可能性 在職業中是一些在職設計師經驗 會面對的問題 或者是將一些曾經面對的問題 將它歸納去做了不同的練習 最有印象是第一堂 就是要摸同學而畫的自畫像 而且是蒙著眼睛的 除了視覺去見到五官之外 我們是用觸感去摸別人的臉 是會感受到不同的東西 這件事是令我最有趣的 在創作的過程中 接觸到最基本的元素 就是大小、 contrast、空間 他們學到的就是我們將會在設計上 會接觸到的一些最基本的動物 首先在雜誌裡面 就展一些對我們有深刻感受的字 根據那些字詞 就在整間文化博物館裡面 到處去找一些相關的事物 情景拍照 這個活動裡面 就訓練到我們的聯想力和觀察力 今次的工作室裡面 不再對著鏡頭去做 真是落手落腳去用一些有限的資源 去brainstorm去思考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打破他們平日 做功課的框框 給了我們一張圖 就這張圖去思考一個題目 然後用白油去減掉一些多餘的部分 設計不一定要是多東西 畫面很豐富才會學到 其實精簡有精簡的靈 其實有時候減法也是一種很好的形容 反而令到你的主題更加清晰 其中一個練習就是一個評論 用自己的想法 或者用自己的評論去評論 一張海報 好不好的訊息 就可以直接表達 經過這個練習 有一個方法去看海報展 感覺會好很多 有一部分就是叫我們 把自己的袋子都倒出來 然後再在一張大約A1尺寸的紙上 排好所有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物件 我們就要找他們一些共同的特色 去grouping 去排序 最初我都只是很簡單地分開了 既然都有主題了 不如就把我自己裡面的所有東西 砌ABC三個字出來 有很多不同排列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想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organize你的東西 看一篇文章之後 然後怎樣去視覺化它 一個沒有看過這篇文章的人 一看原來是明白你在說那件事 這個過程對於他們來說 我相信一般的學校 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機緣 讓他們去引導他們做一個消化的過程 學校學習的時候 很少有機會去嘗試很多東西 在這裡就可以引你發揮 一開始就叫我們去找些垃圾 用你現有的物件 去做你一件令你深刻的事 開頭本身是很直翼地 將整個場景去表現出來 和導師一談 會不會運用到一些減化去令你的作品 變得沒有那麼凌亂 減了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設計是一種像潛水的感覺 你要潛深一點才會去看到更多的風景 我們今次就透過這個工作 帶他們潛深一點去看多一些不同的風景 試多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做設計 本身我對設計 就覺得原本應該是一些理論的 一些好像規限了的方式去做 做設計就是其實我們在規範裡面去工作 但是如果你被一些框框框得太死 反而沒有了那個想像力 但是想像力的方式就是覺得 不是一定要用這些具象的畫面去做 就是用一些顏色和感覺去做 都能表達到的事 我們種一些理念放在學生上 而那個理念不是說你要做些什麼 而是你要去找應該做些什麼 我不是說設計是怎樣 而是你要去找設計是怎樣 作為一個學生來講 我覺得來看一個展覽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可以學習一下不同的設計師 他們怎樣去表達一些海報的內容 一些訊息 我覺得整個workshop是 真的除了去學習設計之外 是在學習人生 希望他們畢業做了幾年之後 想回原來我今天的自己 是因為我幾年前參加這個workshop 受到的一些影響 而是因為我的學生 我們在學習原成的為人 今回就能個到課題 也需要蓋上一個清洗 多點之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